歐大郎 歐大郎 嗨 大家好 我是全壘先生邱彥祥 我是旺福的吉他手姚曉明 我常常在社群媒體上面看到 你跟你的團員 還有很多好朋友 都會到你們家齊聚一堂 唱歌很歡樂 那我覺得你們家 沒錯 愛吃水的愛 因為我超愛吃 然後因為愛吃所以愛煮 那我想問一下 你有沒有考慮就是說 幫你們的團 增加一個名額 可以試試看 但是要考試一下 考啊考考看看 一二三四 我不是好人 我不是壞人 我只是一個 你會想要愛我的人 先見 那我們接著今天的主題 正常台灣味 呀呼 啊對 今天的主題就是台灣味 金粿炒味粉 這樣我來做一個 OK 客家五香鹹豬肉 OK OK 那我剛剛那個 OK嗎 客家五香鹹豬肉 客家鹹豬肉 這個呢 在全年就可以買到 我剛剛已經開了 先下一點油 鹹豬肉啊 下去以後呢 喔 拌炒一下 蒜苗 拌炒之後呢 加一點點五香粉 變十香 那我剛剛撥到兩把 不是十五香嗎 五香呢 頂多就是能香到五樓 十五香呢 是可以香到 十五樓 那我們再把它香 加到101 真的好香喔 天啊 這個香氣太逼人了 再加一點點黑胡椒 拌炒兩分鐘 因為有時候 晚上想要吃點宵夜 可是又不想要弄 弄那種很麻煩的 吃這個 配點啤酒 融化 好 現在就完成了 蒜苗 蔥段 加一點辣椒 鹹豬肉 不可或缺的一個 白醋 這樣就完成了 我今天這一道 特加五香鹹豬肉 確定完成了嗎 我幫你確定一下 根本就是想偷吃 好棒 好 那接下來就是換你囉 南瓜炒米粉 我們今天要用 最精簡的方式 來完成它 大家要記得幾個 第一個關鍵 要開火 對 那我們馬上來下油 蒜末 蝦米 好 那這個其實不用弄很久 加入這個洋蔥 同時呢 雞肉這個也可以下了 對 然後就稍微拌 紅蘿蔔絲 蘿蔔絲 南瓜 接下來加入我們這個 娃娃菜 這個也可以 它真的有練過 好厲害 這這麼多耶 然後米粉呢 先讓它下去 高湯 我們要改用筷子 那如果用鍋鏟拌了 很容易呢 就被切斷 鹽巴 稍微攪拌一下 蓋起來 燜一下 什麼時候呢 就是熟了呢 最快的方法就是 拿起來吃吃看 還沒熟 這是什麼啦 快點試吃看 可以耶 可以了嗎 來 無醋 加進去喔 慢慢淋 來我加真的一點點就好 OK 那我們的南瓜炒米粉 就完成了 試吃 試吃啦 那我手上拿這個 不要 要再 再試一次嗎 對 叫你一首 只要一個和弦 就可以唱完 全部副歌的 一首歌 一首歌 無緣無緣 趟哥來做火 小酒喝一杯 好大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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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決定了 我們可以找你當嘉賓嗎 好甜喔 好甜喔 然後那個米粉非常的Q彈耶 只有 很融化 還有南瓜跟胡蘿蔔 這些吃之後呢 入口 化 金貝炒米粉那個蝦米 一點點心 可是它的心會讓其他的東西 更 更往前 那 我要來吃這個 放很多片進去 你怎麼說拿的 嗯 我覺得這個鹹度非常的剛剛好 這個我等一下帶回家 今天我們的開完味算是非常辛苦 太棒了 那再挖一點點的同時呢 待會見囉 掰掰 掰掰